风收节 穿山越海看月字号 在广东潮汕有一首诗 不好念 鹅鹅鹅 饿了 在潮汕地区可以说是无鹅肉不成席 这鲁鹅那是潮汕隆重节日必选的食物 潮汕鲁鹅选用的是当地特有的狮头鹅做原料 什么叫狮头鹅呢 就是这鹅脑袋上顶着一个挺大的肉瘤 看着像狮子头 今天的月字号我们就去寻味潮汕鲁鹅 山头位于寒江三角洲南端 是潮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潮汕菜是丰富多彩 潮汕鲁水是潮汕的标志性味道 鹅鹅肉更是潮汕鲁水中的上品 在中国只有到了潮汕 才能品尝到这种独有的味道 潮汕人食鲁鹅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潮汕鲁鹅选用本地特产的湿头鹅 体重多在十公斤以上 是普通成年鹅的二到三倍 个头大肉质粗糙 鲁之后胶质丰厚 鲁香浓郁 这是地道的潮汕味道 很熟悉的一个口头鱼 就是鲁鹅不成样的意思 鱼状中鲁鹅制作记忆第五代传承人 与鲁鹅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 六七岁的时候 我父母就在我家里 卖尘海的特色尸头鹅 味道的源头 在距离汕头三十公里外的 尸头鹅之乡 城海区 陈岳鹏家族三代养殖尸头鹅 从董事我就跟鹅在一起 在这个鹅棚里长大了 跟我老爸一起踩着当车 每家每户 双街画像卖这个鹅苗 尸头鹅是我国最大型鹅种 有世界鹅王的美誉 成年公鹅体型壮硕 头部肉流发达 形自尸头而得名 尸头鹅皮下只很多 炉起来香味就特别好 我们朝善人逢年挂节 拜这个老爷都是幼儿 在陈岳鹏的养殖基地 来自寒江支流的优质水源 在高低错落的水塘之间 自由流动 沉淀过滤 自然销纳 实现立体重养的生态养殖圈 儿就是属于水型动物 下水拉这个粪便 集中收起抓木草的回流 没有一点汇气物 在养殖基地 原生态养殖科学化管理 为种鹅创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儿棚里面有光控 温湿度 二氧化碳 全部都是用电脑来控制 保证鹅的房境都特别舒适 目前陈岳鹏的养殖基地 有狮头鹅种三万余 年产鹅苗50万只 在城外像陈岳鹏这样的 狮头鹅养殖户有1000余户 去年全需狮头鹅出栏 总产量750万只 全产业链年创产值超30亿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彻底进入鹅肉肌里 鹅肉增加香甜的同时 保持着原有的嫩滑 外皮也变得紧致富有弹性 达到最佳口感 鱼状中的鹅鹅店在城海已经开了近20年 平均每天要卖掉50多只鹅鹅 在城海每天约需3万只狮头鹅 才能满足整个鹅肉市场的需求 鹅鹅的味道在漫长的时光中 已经融入到潮汕人的情感里 是潮汕人寻香回味的至真美味 更是潮汕文化的印记回味悠长 为满足消费者对石头鹅的巨大需求 今天人们使用中央厨房 对石头鹅进行规模化量产 将潮汕特产打通线上加线下的销售模式 每天有3万只鲁制石头鹅 从这样的工厂里走向市场